9月3日2013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主办方艺术家代表及新闻媒体出席参加 同时组委会还邀请到十位艺术家在现场进行艺术创作 艺术家们高超的绘画记忆吸引了大家的眼球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已举办多届 传承艺术是历届艺博会的亮点 吸引众多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关注 此次艺博会更是集结了众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艺术作品 其中包括陶瓷 红木艺术 雕漆等艺术门类 其中展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发布会上主办方领导等嘉宾期数发言 为在场媒体嘉宾介绍了此次艺博会值得期待的艺术展出 提到国际展出 我们今天一共有来自12个国家 一大批的国外化 这批博他们展出 也要展出他们不同特色的 代表他们自己国家特色的相关的艺术 我想这个展出也值得期待 我们非一类的这一花也有一些好的东西 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展出 但是这个非一类作品 非一类的艺术 中国当代一流女性美术家作品展出 也是本届艺博会的一大亮点 展会现场将呈现25位当代知名女性艺术家的油画 雕塑等不同类型的作品 为艺术爱好者们带来一场智慧和魅力并存的艺术享受 此外 艺博会还首次设立 2013年度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最佳诚信奖 最受关注艺术家奖等奖项 届时将通过专业媒体投票 现场观众投票及网络投票等多种方式评出 据悉 2013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 将于9月18日至20日 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 都是娱乐 北京报道